就對這些人說,我每十天會回來一次 可是幾年之後呢,每一百天才會回來一次 來弘揚修道的一個精神,來救濟世間共骨的人 所以他那個時候呢,在這個無都這個地方 有十五歲的男孩子,很聰明的兒童 出現在這個無都,那自稱是蘭公的化身 所以蘭公就在無都這個地方,來教化眾生 可是蘭公教的是什麼呢? 教的就是孝道,教無都那邊的人 都是一定要行人倫大道,尤其是這個孝道的意義 所以教這個孝道的秘法